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两天之内三场游行 香港民众反送中争自由的行动 没有受到潮湿闷热的天气影响 前天的上水游行有3万人参加 昨天上午的媒体节静默游行有1500多人参与 而下午沙田区的大游行 主办方公布的人数是11.5万人 不过当天晚间再次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 警方至少抓捕了40人 有知情人表示 主权移交以后 香港已经出现了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金融时报》7月15日报道说 港手林郑月娥曾经几次向北京提出辞职 但是都被拒绝了 要求他必须收拾烂摊子 因为现在没有别人可以清理这个局面 也没有人现在愿意接手 一连串的变故 让北京和港府都是始料危机 香港市民的抗争意志和决心 让当局感到错愕 也非常尴尬 所以有分析认为 北京在香港问题上 已经把自己绑死了 骑虎难下 进退两难 沙田大游行之后 大批的示威者仍然不愿意离开 在路上跟警察对峙 晚上9点以后 警察不断推进清场 把示威者逼退到了沙田新城市广场 但是不知为什么 警方封锁了港铁入口 10点左右 没有办法离开的示威者 跟警方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示威者投掷雨伞等杂物 跟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就互相追打 有多名示威者 记者 还有警员受了伤 警方在现场拘捕了至少40个人 指控他们是涉嫌非法集会和袭警 香港医院管理局表示 到昨天午夜12点半 有22个人被送到医院救治 其中有3个人 情况严重 另外 警方还表示 至少有10名警员受了伤 其中还有一个人被咬掉一截手指 不过有网友在网上贴出了照片 指出这名警员之所以被咬掉手指 那是因为他曾经用手 口已经坐在地上的 示威者的脸部和眼睛 示威者出于本能 咬掉了他的手指 民阵声明指出 在各区游行期间造成 公众不愿意见到的伤害 责任在于不愿意回应民意的林郑 民阵再次要求搞服务回应民众的诉求 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否则很可能会导致警民冲突升级 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那据了解呢 香港市民准备转入到长期的抗争 呼吁一周一游行 在香港的18个区接力的举行游行 目的就是唤醒更多港人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进入到7月香港的这个局势 随着气温在升高 变得更加的动荡不安 而林郑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尽管他宣布说逃犯条例寿终正寝 但是港人并不满意这种民间措辞 要求他撤回条例 同时还把矛头从暴政四人帮转向了中共 外界认为林郑声明逃犯条例死亡 可能是用含蓄的方式向北京提出辞呈 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报道说 12号的晚间 林郑跟他的政治盟友私下聚餐的时候 就曾情绪性的告诉盟友说 不知道明年还是不是特首 观察人士分析 林郑其实早就被摆上了砧板 挨刀是早晚的事 不过眼下可能不会下台 北京是在寻找合适的事件 大家知道 11号中联办已经表态了 说支持林郑支持港府依法施政 另外9号林郑自己也明确表示 说行政长官下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所以如果难早的这个消息确有其事 那也很可能就是林郑在故弄玄虚 香港政治问题专家卢兆星对路透社表示 并不是说想退就可以退 必须要跟北京协调 卢兆星认为林郑下台可能会给中共政权 造成一些冲击和风险 北京当局要进行评估颠量 大家知道 6月两次超过百万人的这个大游行 还有55万人七一大游行之后 香港民众改变了大规模抗争的形势 走向了遍地开花 把游行集会变成了一种常态 而且抗争者又增加了诉求范围 在原来五大诉求的基础上 抗议近些年一些民主派的议员资格被耻夺 要求在选举特首方面要有更大的民主权利等等 就是说如果林郑马上下台 港人很可能要顺势推进这个双普选 也就是要实现高度自治 而且外界也会认为 这样那是一个民意的胜利 对党国一体的威权政府来说 是向街头的压力低头了 那这对面子大国来说 这个香港问题就是面子问题 北京愿意丢这个面子吗 对香港愿意放手吗 特别是香港的模式 一旦被复制到内地 那对已经危待的这个中共政权来说 实在不好预估后面要发生什么 这都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北京当局一定会反复的权衡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建民认为 现在的香港局势变动性和发挥性是非常强 一根火柴就会让香港爆发出大的民怨爆炸 经港的任何损失都可能激怒香港人 在香港问题上 他说北京已经把自己给绑死了 放不开输不起也给不了 另外呢 就算林郑马上下台 会有人愿意接手他这个烫手山芋吗 谁给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如果要平心民愤的话 那只能顺民意 答应直选 把自由和民主还给香港市民 这样才有可能缓和港府和民众之间 这种对立的情绪 但是港人跟中共的这个对立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就是自由民主和专制集权之间的对立 顺应民意 那就意味着要违逆北京当局 而顺应北京当局 那就要违逆民意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 在这种毒化的局面之下 想找个替换者 不容易 在香港问题上 北京现在真的是成了骑虎之势 那么最终将会如何处理呢 我们事不以待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